大家好,我是Coco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花果山 我们公司Reality1独家代理的 未上市的一套房源 五房,五点五玉 然后它是一个编户 而且有景观 600多万,Let's go 这边是贴了瓷砖 然后车道那里是水泥地 加一些甲草 正大门,双开门 然后进来以后呢 是木纹的这个地板 左手边进来有一间房间 这是一个套房 这个套房还设置了一个水泊 设置了一个水泊 然后这里呢 就是一室一厅的一个套房 然后它的这个卫生间 这个升级的瓷砖 台面这些都很好了 OK,然后它是一个淋浴 这就是底下的一个房间 OK 好,然后再进来这里 是餐厅,正餐厅 因为它是个编户 所以它这里就没有邻居了 就没有邻居在这边了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这个侧院 一堵水井墙 它现在水没开 所以这个餐厅呢 这样子的相对比较舒服 正对一个它自己的这个挑高的大厅 OK,再到我们的主客厅 这是主客厅 厨房 那厨房的台面 它是加厚的 冰箱 柜子也是做到了顶 然后这个台面它是两个颜色 这边是灰色 这边中间是白色 哎,柜子也是两个颜色 这个是灰色 这个是白色 这是两个颜色 OK,它酒柜这边也有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背后 它的这个中厨 中厨里边也配有一个冰箱 烧饭的水盆 这些都有了 好,我们去后院看一下 这个因为编户它采光是肯定没有问题了 但是呢,这个要指出来 它的下面是小区的马路啊 就是这条道上来就是它这个社区里面的一条小道 那经过车的时候肯定是会有噪音的 你看一下这个院子的尺寸 景观我估计 嗯,我看得看到这里的来看一下 啊,景观被这些植物都挡得差不多了 没啥景观了 啊,二楼会有景观 因为它二楼等于说有自己的阳台嘛 等会儿去看一下 二楼应该是有景观的 这个就买家具拎包入住了 啊,它全都是设置的挺好了 这边会有半个卫生间 就是供客人使用的一个卫生间 啊,后边是这个马桶间 嗨 OK 然后这边通道这里会有一个储物空间 啊,就是放一些杂物的 然后这里是它的一个车库 啊,一个双车库 好,我从这个楼梯这样上来 上来以后它分两个动线 左手边的动线是小朋友的房间 然后我右手边的动线呢 是这个到主人,主卧 啊,OK 好,我们到这个主人这边的主卧 啊,看一下这个主卧 主卧呢,床头应该是这个位置 然后脚是往这个推拉仪门这个方向 那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它这个阳台 和它的景观 啊,景观我现在不用广角 用这个正常的背书 啊,山景是一定能看到的 然后City景也是可以看到的 这里就是City啊 就是只有二楼有景了 一楼是没啥景了 OK 这套房它没有住过人 他们买下来就一直放在这 嗯,这个是卫生间 它做了全面的这个升级啊 嗯,就拎包入住了 两个台盆 对,确实没有住过人 这里边的都能看出来 相当于一个新房了 衣帽间很大 连衣帽间也没坐 嗯 好,然后它 这个就是 啊,这别人也在看吧 不好意思啊,我经过一下 OK 好,它从这里经过 是它的洗衣房 洗衣房两个门 那么小朋友也可以这样过来 啊 这样看一下 这个右手边 第一间房 它是一个套房 啊 这是淋浴间 然后这边第二间 小朋友的房间 然后这个是带浴缸的 好,最后一个套房 这是它的衣帽间 OK 然后也是全部都做了升级 啊,那这间等于说还能看到一点景观 啊 啊,三个小房间 因为它都在侧边 所以都能看到这样的山景 好了,就是这一套 啊 其实这个户型还是很清晰的 就一个回字型 过来 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厅 共三个小朋友来使用 啊 这个厅呢 还有一个阳台在外头 嗯 就是 就是 买家 他们也都 赚 赚